第一百二十五章,小舅妈,图霄看着脸上带着怒火的韩谦,在看站在门口不进来的冠军镖,他不由笑道,孩子他舅啊,镖子惹你了,你们哥俩的事情我不掺和,我听说他打不过你,恰好我这人有个小擂台,去玩玩。 韩谦瞪了一眼心虚的冠军镖,怒道,我懒得搭理他,就这么一会给我整出来个东西公娘娘来,咋的,他轻工具看多了,东西公娘娘,图霄看着坐在韩谦身边的温暖,瞬间就明白了,镖子好像也没说错,荣耀的燕总对韩谦不是一般的好,这小子有点桃花,不对,是有点玫瑰,市里的两朵试花都和他爱美,不扎才怪。 温暖坐在韩谦身边,愤愤道,要是没这回事他能瞎说,东宫娘娘就是我了呗,西公就是燕青青呗,这我都不好奇,但是我想知道那两个小答应是谁,杨兰,寂静,钱婉,钱哥哥,你行啊你,离婚不到半个月,你让我满世界去抓小饭,你看我闲着了呗,过年回家我惠妈好好说说的。 啊,韩谦咬牙瞪着冠军标,后者转身就走,说是让人去准备午膳,看多了,这家伙绝对没事在家看轻工具来的。 把韩谦都给气笑了,对着图削苦笑道,图老大啊,我这是娇有不慎啊,这兄弟之间都帮着瞒着,这家伙可好,我这还没事呢,就给我整出一堆来,算了算了。 哪天,我让他请我喝酒就好了,今天过来,是听说你的许可证被卡在上面了。 提起这件事情,图削点了点,皱眉道。 周六我收到燕总的汇款后,就去准备了,原来一切都是说好的,突然被卡在了上面,这很是奇怪,按照道理来讲,飞机场带快递是衙门口的心病, 他们也着急,不可能因为是我图削去做建筑就不给通过,然后你就让冠军标给我送了十万,那这事你咋没早说? 韩谦很无情地揭穿了图削这家伙的虚伪,图削闹了一个脸红,起身端着茶壶走到韩谦和燕青青身前,放在桌上后捂着头苦笑落座。 哎,当时可不是想让标子和你说来的,第一次你和标子喝醉了,之后第二天你在公司那边不是出了一点事情。 也没个机会,孩子他救啊,我知道你忙,想着再让标子去努努力,谁想到这不成器的玩意还真和你说了啊,孩子他救,我举的这里面有人在搞鬼,这个人我猜得八九不离十。 韩谦给温暖倒了一杯茶,放在手里吹,现在这丫头的任务比较重要,先把什么小答应的事情给抹过去再说,把吹凉从茶水递给温暖,韩谦是叹道。 你是说小高?小高? 吐笑皱眉地发出一声反问,随后明白这个小高是谁了,皱眉苦笑摇头。 我也是猜测,他卡住了我,就等于是卡住了燕青青,结果不论怎么闹对燕青青都很不利,可我觉得高旅行还没有这个能耐啊,我不知道他搬了多大的救兵过来,总之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许可正卡在了哪里。 含谦点了点头,转过身看向温暖,柔声道,给问问呗,这要是耽搁了时间,小图坤也是跟着受罪啊。 不管,小图坤每次都和我较劲,给你叫小舅,给我叫姐。 就这熊脾气含谦还真办法,吐笑眨眼看着温暖,随后站起身对着门外的职员怒吼道。 一个个的都他妈的闲着了,去学校把那个逆子给他老子抓回来,真是惯的。 管教的不成了样子,对待长辈咱们能一点礼数都没有。 孩子他就妈,你别生气,这孩子从小没了妈,我这当爹疏忽了对他的管教,等他回来我让他跪在你面前道歉,孩子他就你也别拦着。 温暖后之后觉得看着图销,随后机械般转过头看向韩谦小声道,小图坤是单亲家庭。 韩谦没说话,指了指图销的书架,韩谦看到那张被放大了数倍的照片,他深吸了一口气,轻声道。 图老大,我和小图坤闹着玩的,上次他和韩谦出去吃火锅,还知道帮我打包呢。 前几天李二给我打电话说要认小图坤做妹妹呢,李二叫我姐,她叫图坤妹妹,这叫我姐也没错,别吓到孩子了。 孩子他舅妈,你别劝,这孩子就我这一个亲人,我再不教育也没人能教育了。 图销这戏演得不错,温暖也没有再坚持,没过半个小时,小图坤就蹦蹦跳跳地回来了。 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看到老爹拎着高尔夫球杆冲他而来,小图坤被吓得尖叫了一声,就跑向温暖,躲在温暖的怀里大喊。 小舅妈救我,哎哟,这便得够快的了,温暖顿时笑了,把小图坤搂在怀里,图销见此也不好再上前,拿着球杆指着小图坤呵斥道。 以后我再听到你对你舅舅舅妈无礼,就别怪我这做爸爸的教训你。 小图坤不理会图销,抱着温暖的脖子小声道,小舅妈,我听人说小舅舅被一个叫烟青青的狐狸精给勾引了,你可要小心点啊。 燕狐狸,你也觉得他是狐狸精对不对? 对啊,小舅舅的眼光真差,小舅舅这种只应该在天上的仙女他不珍惜,反而喜欢一只狐狸。 听了这话,温暖笑得跟花似的,寒谦撇嘴小声嘀咕俩幼稚质鬼,一大一小两个丫头同时对寒谦吐舌头做鬼脸,温暖抱着小图坤,另一只手拿出手机打了一通电话,随后温暖皱起了眉头,挂断电话后直接打给李金鹤。 妈,图销的许可证被卡住了,寒谦说要帮他把许可证弄下来,我刚才打过电话了,他们说提谁都没用。 你别说话,把电话给小千。 温暖被气得差点把手机给摔了,这是什么妈呀,信寒谦不信他。 温暖一脸不悦地把手机递给了寒谦,寒谦接过电话,把事情说了一下,李金鹤那边的声音有些不悦,也有些吵,似乎在打牌。 你怎么有和图销混在一起去了?你缺钱和你爸说就行了,总这么操心干嘛。 对了,你二舅说你过几天要去他那吃饭,多走动,等会,妖姬。 家糊了,我现在就和你于一打牌呢,一会我让你于一打个电话。 妈,小千啊,你脑袋比小白眼狼好用,我和他大舅二舅那边走动得少,你带着他点,离婚了能咋的?别人不是不知道吗? 不知道?你这么一说,谁还不知道了? 韩谦微微有些头疼,小声道。 嗯,妈我知道了,那个,于姨。 嗯,她偏原配是承建局的,哎,你妈我,一天就伺候着几个官太太了,总是想办法给我送钱,啊。 哦,你于一电话,打完了,让图销明天准备好手续去领吧,你们这件事情里面有人插手了,不说了。 以后我打牌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我就打你。 韩谦赶忙把电话给挂了,电话里话温暖听得清清楚楚,韩谦内心感叹丈母娘的彪悍, 同时也真的要感谢这二老,他们对韩谦的宠爱一点都不比对温暖少。 有过而无不及,电话还给了温暖,韩谦抬起头看向图销皱眉道。 事情大概是解决了,但你还要小心一点,我估计高旅行是不会让燕青青顺顺利利把这个商场弄好的小弟们盯着点, 另外我今天来也有一件事情要找你帮忙。 图销笑着挥手道,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 你帮我忙我不感激你,你们有事的事情也别不告诉我,你只需要说什么事情就好,边吃边聊。 在这吃我下厨,出去吃就看孩子他舅妈和孩子想吃点啥。 图销话落,小图销拽了一下温暖的衣袖,小声道。 别让我爸做,他做饭可闲了,小舅妈去狗肉火锅呀。 温暖摸了摸小图销的脸蛋,笑道。 你小舅不吃狗肉。 韩谦,吃烤肉去。 你做主就好了。 海鲜大咖。 走。 韩谦的脸色瞬间就变了,温暖绝对不是在开玩笑,他有些后悔。 吃盒饭不好吗? 本章结束,如果喜欢春风书院的作品,请给我个关注、点赞、搜藏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